大家好,我是李子,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昨日美食 我也经常看 那今天我们就来做昨日美食里的一道拉面 渣黄一番味噌拉面 日文叫 Sapporo一番味噌拉面 白菜,萌萨,人参,長ネギ 咖啡,豚肉 还有卵 先把裙带菜用水泡上 搬几片白菜,清洗干净 去掉最前面的一小部分 然后切短 白菜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系和食物纤维 所以它有美肤,逞长效果 胡萝卜削皮 去掉最前部分 为了美观尽可能切成差不多的长度 然后树立起来 再切 大葱 大葱洗净 去掉头部 然后切成斜条 大葱有提高免疫力 预防感冒等多种功效 现在正式换季时期 大家可以适量的吃点预防感冒 裙带菜切成容易吃的大小 一提到裙带菜就会想起海带 也经常有人问起 裙带菜就是我们常吃的海带吗 首先 裙带菜和海带 都是一种常见的食用海藻 海带分为带片 饼 固着气 裙带菜分为叶状体 饼 跟状部 裙带菜 带片生略 成裙带状 过敏裙带菜 裙带菜的变成 扁圆柱状 裙带菜的叶状体 有明显的中类 变圆成鱼状分裂 海带的话 大家都比较熟悉 所以我也不多说了 裙带菜 除了含点外 还有食物纤维 铁 钙等 所以在裙带菜 在日本饭桌上也是经常能见到 裙带菜营养高 热量低 容易达到减肥 清理肠道的效果 深受许多女性喜爱 接下来猪鹿片切短 这边热都是按部位重量分合装好的 所以不需要再清洗 再准备个生食用的鸡蛋 说到生食用鸡蛋 在日本鸡蛋分 生食用和加热用两种 在鸡蛋上市前清洗 烘干 目视检查 裂纹检测 紫外杀菌 异常蛋检查 包装等 打包好上市的鸡蛋一般都要按照标准 标注鸡蛋重量 鸡蛋规格 名称 原产地 保质保鲜漆保存方法 所以大家就可以放心的吃半熟鸡蛋生鸡蛋拌饭了 用筷子搓个孔 加少量的水 盖上保鲜膜 不需要包太严实 放入微波炉 600瓦40-50秒 自己调节 准备个锅 放入少量的色拉油 把猪肉放到锅里 翻炒 加入胡萝卜 白菜 翻炒 一勺黄油 大蒜泥 一勺味噌 一勺鸡骨粉 哇鲜得超级小 再加入500ml的水 这时我们来准备一个碗 先倒入调味包 我只放了一半 我觉得一包好咸 汤开后放入面 煮两分钟 两分钟后 加入豆芽 裙带菜 大葱 再煮一分钟 用筷子上下翻冬菜 让上面的菜都更好的入味 一分钟到 关火 那我们先倒入汤 然后倒入面跟菜 再放入半熟鸡蛋 那咱们的炸黄一半 汇蒸拉面就完成了 虽然这里用的是方便面 但是里面加了很多蔬菜 偶尔吃一顿还是可以的 如果你喜欢的话 也记得试试 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 那咱们下期再见 渣火 渣 渣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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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渣火